對華電動車揮舞關稅大棒 既有客觀的一個法律的標準 同時又有很強的主觀性 配不配合 這個只是歐盟方面一個託詞 臨時性關稅尚未塵埃落定 歐方是否留有窗口漆 恐怕雙方還會繃著一段時間 不至於把臉藍前撕破 歐委會擇日公佈對華大動作 彭德萊恩做何考量 政策背後都是一些政策算 奉行聚焦 歐盟為何對華電動車下手 正在播出 歡迎收看華潤凤凰聚焦 歐盟委員會剛剛發布聲明 將對從中國進口的電動汽車 額外加徵反補貼稅 增加後 關稅稅率最高能達到將近50% 如果談判未果 加稅將從7月4號開始實施 消息一出引發了各方強烈的反應 歐盟選擇在這樣的時間點宣布加稅 背後有何玄機 這項舉措是不是能夠真的落地 它對中國的車企 乃至對於中歐貿易 又會影響幾何 歐盟擬對華電動車揮舞關稅大壩 6月12日 歐盟委員會公告稱 如無法與中方達成解決方案 7月4日起 將對比亞迪 吉利汽車 和上汽集團三家被抽樣的 中國生產商分別加徵 17.4% 20%和38.1%的反補貼稅 對參與調查 但未被抽樣的生產商 加徵21% 對不配合調查的生產商 加徵38.1% 歐盟現有關稅為10% 這意味著 相關電動汽車製造商 或面臨最高近50%的總關稅 在10%關稅的基礎上 對不同的企業 主體加徵了不同的標準 比之前什麼遇到過的 某種人來說 這個禮拜它既有客觀的 一個法律的標準 同時又有很強的主觀性 歐委會披露反補貼稅後的第二天 歐洲部分車企股價下跌 德國的保時捷汽車 大眾汽車奔驰和寶馬 分別下跌1.5%到3.4%之間不等 多數中國車企港股股價不跌反升 其中比亞迪漲幅最大超5% 但另一方面 遭歐盟頂格加徵關稅的 中國上汽集團A股股價 下跌1.55% 那麼這個市場反應是 這個關稅肯定衝擊最大上汽名節 它的主因業務是直接的出口 實際上它附入了很大的成本 去滿足歐盟的市場 但是在這之前 吉利比亞迪已經在歐洲 搞綠色投資了 已經不現已經很長時間了 所以對它衝擊不會那麼明顯 據報導 目前上汽MG4在德國售價 約3.4萬歐元 其主要競爭對手 大眾ID3在德國售價為3.7萬歐元 如果增加38.1%的反補貼關稅 上汽MG4在德國的售價 將變成4.7萬歐元 比大眾ID3的價格高出1萬 上汽MG4是否還有優勢 反補貼稅會在多大程度上 影響中國車企出海 外界說法不一 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的報告顯示 加征20%的關稅足以使中國對歐出口電動汽車 減少四分之一 但也有機構認為部分車企稅率或低於預期 中國電動汽車仍然有成本優勢 美國經濟研究公司榮鼎集團認為 對於比亞迪這樣擁有強大垂直整合能力的企業來說 即便關稅比例達到40%至50% 也無法阻止它獲得更大市場份額 供應鏈優勢 我們說一條供應鏈 往往有一家企業是打頭的 這叫鏈主企業 對吧 以它為主帶動了一整條的供應鏈 比如說比亞迪就是啊 那麼當一個鏈主企業決定在 比如說另外一個地方設廠的時候 它好像一整條的長尾巴 這供應鏈的尾巴 長尾消息 都會跟著移過去 中國製造發展到今天 絕對不再僅僅是幾十年前說的 我們的成本低的優勢了 服從性好的優勢了 是可快速複製 可快速擴張 可快速搬遷延展的供應鏈優勢 歐委會對華電動車加徵關稅 比例参差 其中原有引人關注 他們調查的是反補貼關稅 也就是說最終確定的 加徵關稅的數額和比例 是與接受調查的企業的 拿的實際補貼額相關的 歐盟還是強調一個所謂的 一個是比如說企業配不配合 配合到什麼程度的問題 5月 尚企公開拒絕向歐委會 提供電池配方數據 被判定為不配合調查的車企 因而被加徵38.1% 最高數值的反補貼稅 尚企集團曾明確回應 以全面配合歐委會 按照WTO和歐盟規則 提供了所有與反補貼調查 相關的必要信息 諸如電池的配方等商業敏感信息 不屬於必要信息範疇 調查過程中不少車企業反映了 就是本來調查的就看看 一個補貼的情況是怎麼樣 他就開始要中國的車企 提供自主支持產權的標準 核心技術競爭力是什麼 這明顯就是已經大大的超出了 這個反補貼調查的範圍 它是抽樣調查 就是出口比較多的汽車 我就抽幾個樣本看一看就完了 所以說這個摘櫻桃 或者選擇性執法 這種情況是非常非常明顯 根據全球汽車行業信息資訊機構 俊特的數據 在英法德等歐洲13國的 中國汽車銷量排行榜上 上汽集團2023年 以24.28萬輛的規模位居第一 吉利和比亞迪 則分裂第二和第三名 銷量分別為2.24萬輛和1.59萬輛 它實際上主要針對的還是 但是在它看來目前在歐洲市場上 銷量最好的中國電動車 有可能構成像它所說的 對歐洲汽車業的所謂的威脅 所以我想這個所謂的配不配合 這個只是歐盟方面一個託詞 值得一提的是 在歐洲電動市場 多次位居銷量榜單首位的特斯拉 歐委會提出可能適用單獨的稅率 落成於2019年的上海超級工廠 是特斯拉全球產能最高的工廠 去年出口超34.4萬輛電動車 大部分出口到歐洲國家 其他的 哪怕是中國和歐洲企業的 合資企業在中國車廠的 那紛紛地加徵關稅 20%到40%不等 但是對特斯拉這個龐人大物 工廠建在中國 也拿中國的補貼 可是歐盟對它叫單獨計算關稅 美國的壓力下 它肯定不敢把重水落得太快 特斯拉很懂得歐盟的市場規則 就是在歐盟宣布要調查的時候 Model 3在歐盟市場上提價 提價意味著競爭力就稍微弱一點 所以特斯拉很會玩 它說你不是說我這個有補貼嗎 我價格提提 那麼導致這個購買 就是這個暢銷度和購買力 略於下降一點之後 是不是能緩解過盟這個疑慮 處在風暴眼中的中國車企 相繼發聲 上汽集團稱 我們依靠技術創新 而非政府補貼 極力控股和未來 都對歐委會做法表示反對 而比亞迪目前尚未發表任何評論 中國外交部6月13日作出回應 我想強調的是 這些調查是典型的保護主義行為 無視客觀事實 罔顧世貿規則 違背歷史潮流 只會損人害己 我們敦促歐方 認真傾聽各界的客觀理性聲音 立即糾正錯誤做法 停止將經貿問題政治化 通過對話協商 妥善處理經貿摩擦 避免損害中歐互信和對話合作 與此同時 歐盟內部對歐委會此舉 存在絞深分歧 正在大力發展電動汽車產業的 匈牙利明確表示反對 德國總理舒爾茲 也對加徵關稅的做法表示質疑 認為這將損害德國經濟 德系車企奔驰 寶馬 大眾先後表態 稱歐盟對中國電動汽車 加徵關稅是錯誤的決策 歐盟在做調查的時候 包括做出裁決的時候 它故意地忽略了一個事實 那就是中歐實際上在電動車裡面 包括在綠色產業裡面 是一個深度合作的狀態 包括現在一些出口到 歐洲的中國電動車 實際上是在中國的中德 或者中歐之間的合資企業生產的 換句話說 德國的車企 包括歐洲的一些車企 是中國電動車的利益有關方 所以看上去 歐盟的所謂的徵稅措施 是打的是中國的電動車 但實際上也會波及到 德國和歐洲的車企的利益 從企業來說 你過度保護你的企業 不在競爭環境下成長 你的企業也發展不好 靠保護的企業是成長不起來的 再一個就是最害怕的 就是最大的海外市場 中國的報復 這個他們是受不了的 尤其對燃油車這種 懲罰性關稅之後 基本上就導致著這個汽車產業 會遭受更大的滅頂之災 所以這個是德國一定要 極力反而起 而法國和意大利 則支持對華電動車加稅 法國和意大利在中國的汽車 這個合作當中 實際上是沒有獲得什麼收益的 或者說競爭不過中國的車企 在歐洲市場也面臨德國的擠壓 所以他這個時候想通過這一場政策 通過這一場關稅的政策 壓一下德國的企業 他從中受益一下 某種程度上來課 歐洲內部也是一盤散沙 就是大家都基於本國的汽車發展利益 有不同的算計 所以這裡面最著急的應該是德國 德國富倍受敵 在國內市場 歐盟的市場 擔心法國和意大利的 不冷靜的這種做法 使它的車企業利益受損 美國早在5月14日就率先宣佈 將對從中國進口的電動汽車的關稅 從25%提升至100% 隨後 美國財長耶倫 在法蘭克福出席活動時 呼籲美歐以戰略性團結方式 應對來自中國電動車 電池 太陽能面板的威脅 但需要指出的是 中國電動車對美國出口量極少 而追求碳中和和綠色環保的歐洲 是中國電動汽車出口的重要地區 馮德萊恩彼時就回應稱 如果中國對電動汽車行業的補貼 被證實是違規的 歐盟將用關稅 彌補自己所受到的損傷 美國拉高關稅之後 各方將目光望向了歐洲 馮德萊恩就說 說歐盟呢 要對中國的這個 所謂的補貼問題呢 進行回應 但是呢 它的方式和美國呢 會有差異 一個呢是他認為 相對來說吧 歐盟的稅率更低一些 再一個呢 它會更精準 所謂的更精準 我們看它做了一些 所謂的區分 這個歐盟內部有不同的反響 它也是在試探 它不能像美國那麼 搞得動向太大 一下搞個100%的加徵稅率呢 肯定會引起這個 歐洲內部鬧翻鐵 它沒有一下子把我們的脖子掐著 但按照歐委會規定 需要涵蓋65%歐盟人口的 至少15個成員國投下反對票 才能否決歐盟委員會的決定 在7月4日到來之前 中歐雙方還可以針對 臨時關稅問題再磋商 並且中歐雙方 在7月4日之後 仍有四個月的時間進行協商 以避免正式關稅生效 這項調查將持續到11月2日 屆時將實施最終關稅 通常為期五年 接下來的兩個談判窗口期 中國車企在被徵收 反補貼關稅儀式上 能否迎來轉機 歐盟方面它留下的時間 其實很短 我們看到實際上 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很難想像雙方在政府層面 能夠談出什麼樣的結果 所以這也是歐洲方面呢 我覺得它是耍了一個小花招 利用一個有限的時間 它做出一個想要和你搓上的姿態 但實際上在技術上 又不太允許 那接下來呢 7月4號以後 我覺得對於中國產電動車 徵收所謂的這個零時性關稅 應該說是一個既定的事實 但是呢 這只是雙方交鋒的第一個回合 恐怕雙方還會繃著一段時間 不至於把臉完全撕破 因為這就與地緣政治有關 與我們的外交的一盤棋有關 也與全球的政經的合作連橫 以及鞏固既有的WTO的全球秩序 和在既有秩序之上的改良有關 他們的首腦來話訪問 也帶著一大幫的企業家 企業家聊得也很友好 紛紛地表達了 希望在中國加大投資的願望 從去年9月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在年度蒙情咨文中 出乎意料地宣佈 將對中國電動汽車 啟動反補貼調查 到今年6月 歐委會披露出財結果 歐委會為何要做此調查 時間上又有何考量 正在追求連任的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 2023年9月 他在此輪任期內最後一次蒙情咨文中 宣佈對華大動作 背後考慮耐人捉摸 去年5月 法國總統馬克龍曾在演講中公開表示 歐盟不應允許中國在電動車領域 取得像光伏領域一樣的勝利 來自法國的歐委會內部市場委員布雷頓 也表示非常贊成 盡快對電動車展開調查 有歐美分析認為 馮德萊恩有意藉此 在換屆前討好法國 為自身謀取政治私利 早期說發動關稅的 這個補貼的調查是法國人搞的 現在法國人也否認 但實際上 事實上確實就是他發起的 那麼調查裡邊 確實在歐洲議會的 也是法國的議員 歐盟委員會的 這也是法國的代表 在這導應這個事兒 馮德萊恩稱 由於某些國家的巨額補貼 全球市場充斥著便宜電動車 這種主體競爭 對歐盟造成了市場扭曲 針對中國產電動車調查 它是基於一種所謂有罪推定 因為在他看來 中國不是市場經濟國家 或者是市場扭曲型國家 那市場扭曲型國家 它天然地它就具有補貼的性質 所以你看從這個角度出發 那在中方看來是便無可變了 中方可以把 比如說中國產電動車的價格體系 包括它的這個整個的這個經濟架構 都可以告訴歐方 但是歐方從它的角度來看呢 說只要你是在中國這樣一個 非市場經濟體系的國家裡面 那你就既然具有這個補貼的因素 所以從一開始呢 我覺得歐洲就把自己呢 放在了一個保護主義的立場上 中國國內有補貼 新能源有補貼 這是事實 美國就沒有嗎 歐洲就沒有嗎 都有啊 為什麼有補貼呢 因為大家都是遵循的 哥本哈根協議 這個碳達峰碳減排 對吧 這個碳中和 雙碳的這個未來的目標 在全球對環境保護日益關注 各國政府都紛紛鼓勵 使用清潔能源的背景下 中國政府於2009年 開始新能源汽車補貼政策 此後隨著市場的成熟和技術的進步 從2016年開始 中國對新能源汽車的補貼 逐漸退破 到2022年底 中國新能源汽車購置補貼政策 已到期退出 但歐美仍在實施大額購置補貼 補貼力度明顯高於中國 然而這並非歐盟第一次 將雙反大棒揮向中國 2012年 2013年 歐盟曾分別對中國光伏產品 及無線通信設備 發起過雙反調查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調查並非根據 歐洲汽車行業提出的正式申請 而是歐盟委員會主動發起 過去幾十年 歐盟對中國的反傾銷和補貼 調查來說 一定是企業 作為市場的主體 企業先提出投訴 然後歐盟機構來受理 然後經過詳細的分析和調查 認為確實它構成了不正當競爭 或其他原因才發起這個調查 然後最終落地這個反傾銷和補貼的調查 所以過去的像中國的光伏 太陽能產品 包括其他一系列的東西 都是這麼一個程序 那麼這次的感覺 它這個政策呢 很顯然具有很強的政治動機 6月12日 歐委會則即公佈了 對華電動汽車加徵反補貼稅的決議 這一天 中國不僅接收到了 來自歐洲的關稅壓力 20多家中企 在美國對俄羅斯新一輪制裁中 受到波及 緊隨其後的6月13日季七峰會召開 所謂中方產能過剩話題 也成為其重點議題之一 正全力爭取在7月連任歐委會主席的 馮德萊恩似乎步步為隱 政策背後都是一些政治算機 馮德萊恩肯定是要考慮 他自己的政治生涯的 他也一直在選擇的時間點 所以前一段時間 我們在分析這個歐洲議會選舉 對馮德萊恩施政是非常關鍵的 如果這個歐洲議會選舉中 它所在的人民黨表現不佳的話 可能他的政策要打成功 他可能就不會像現在這麼痛快 這次右衣的上升的勢頭比較強 那麼這些右衣派本身是保守主義的 馮德萊恩說的這個政策 本身也迎合這些右衣的 一些做法和想法 他對話表現得越強硬 越會得到 尤其歐洲議會的法華派 和美國的支持 從而使他的執政會變得相對穩固 歐盟宣布在2035年禁止銷售新的燃油車 未來對電動汽車的需求持續上升 據歐洲運輸與環境組織的研究 中國電動汽車在歐盟市場的份額 從2019年的0.4% 升至2023年的7.9% 並可能在2027年超過20% 但有一組數據值得關注 根據歐洲諮詢公司 Rehoemotion的數據顯示 在歐洲去年從中國進口的車輛中 79%來自西方品牌 特斯拉佔據進口份額的一半以上 另有15%的進口來自明爵 雖然它歸上汽所有 但明爵曾是一個英國品牌 因此在西方市場 本就具備一定的知名度 除去上述這些 歐盟從中國進口的 中國品牌電動汽車 只有6%的份額 這裡面 第一 中國的汽車不算反行銷 所以某種程度上 降低了我們產能過剩的這種指責 就我們沒有賣那麼多的車輛 它的市場佔率還是比較小 第二個 我的反普及調查 我不細化到單獨的零件 就是整車的一個調查 所以它這個調門還是弱化的不小 在歐委會擬對華電動汽車 徵收反補貼稅的背景下 2006年 中國將汽車進口關稅稅率 下調至25% 與國際市場基本接軌 2018年 中國整車進口平均關稅 進一步降至13.8% 其中零部件平均關稅僅6% 並取消新能源汽車外資股比限制 2022年 中國進一步取消乘用車外資股比限制 寶馬集團在華城寶馬中的持股比例 增加到75% 在歐委會決定 對從中國進口的電動車 加徵收關稅的同時 歐盟各國政府 也在推出自己的激勵措施 以吸引中國車企赴歐洲建廠 奇瑞在西班牙的工廠落地時 連首相也親自參與剪載 與此同時 不少中國車企 已經計劃在歐洲擴大生產 比亞迪 上汽集團等 紛紛在歐洲設立工廠 以節省運費和平衡關稅 歐洲市場對我們太重要了 電動汽車最大市場就是在歐洲 所以中國會尤其關注 在歐盟市場出口問題 因為涉及到我們的國際化 中國在歐洲的電動電池 和電動汽車投資也是最大的 從最早期的寧德時代 在新亞利的75億歐的投資 到比亞迪 到吉利的 陸續在法國 或者其他歐洲核心管亞的投資 我們的佈局的重點 確實是在歐洲 它的重要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中國的車企來說 他們必須得重新去 調整它的成本體系 同時也會促使他們 更多地考慮市場多元化的問題 儘管現在歐洲 是中國電動車的 第一大出口市場 但我們知道實際上 從整個全球的電動車需求來說 其實這個量是很大的 我覺得中國企業 沒有必要在歐洲市場 這一棵樹場吊死 當然我們接下來 可能需要關心的是 在電動車領域 甚至在相關的綠色產能領域 雙方 中國雙方現在出現的 越來越多的這種貿易摩擦 它會不會外溢 中國與歐盟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 歐盟多產業擔心中方反制 根據目前透露出來的信息 大概有這麼幾種 第一就是還是在汽車領域 對於大型汽車和大型汽車發動機 這有一些依然是要通過歐洲 向中國來進口的 還有一種就是說 中國對歐洲對華出口的 其他類型的產品和其成無關了 對吧 你這個奢侈品 或者是什麼酒類等等的 葡萄酒 這都是歐洲傳統的強項嗎 是不是 或者服裝 我們是不是可以通過這個來進行 歐盟幾個包括一些官員 就不斷地強調說 這一次和以往不同 這些年來對於歐洲的 對外經貿政策影響最大的一點 就是不斷地政治化和安全化 那不斷地往安全上去拔高 就導致現在歐盟方面的態度 越來越強硬 那我們知道 在歐方態度強硬的情況下 這樣反過來 讓中方要尋求妥協 要尋求退讓的這個空間 也在減少 中國商務部決定 自6月17日起 對原產於歐盟的 進口相關豬肉及豬副產品 進行反傾銷立案調查 此次調查是應 中國國內產業申請發起的 中國畜牧業協會 向中國商務部 遞交的申請書指出 歐盟是中國豬肉及豬副產品的 第一大進口來源 2023年歐盟對華傾銷幅度 高達60%以上 另外 歐盟豬肉存在大量的過剩產能 年均高達426萬噸 歐盟在農業領域 存在大量補貼的情況 歐盟生豬及豬肉行業 也會獲得巨額支持和補貼 由歐美表達了 對中歐貿易戰的擔憂 歐盟出貨在中國市場的豬肉 一度超過了60% 這個比例是非常高 已經達到了反傾銷的標準 尤其西班牙這個豬肉 出貨到中國的時候 它的這個產業行業 是有大量的政府補貼的 這是毫無疑問的 這個問題還不應該過度解讀吧 從實際的市場調查來看 完全是有理有據的一個反性調查 就是中歐作為重要的貿易夥伴之間 現在的發行貿易的這種糾紛 還是占很小的比例 而且歐盟現在沒有打貿易戰的意圖 而且歐盟無論在G7 還是在美國對華當中 強調了貿易戰不能打 而且不合時宜 此前G7峰會時 舒爾茨就曾表態稱 歐盟對華電動汽車徵收懲罰性關稅 仍可以通過與北京談判加以避免 外媒披露消息稱 德國副總理羅伯特·哈貝克 6月21日將到訪中國 外界猜測 德方將藉機斡旋此事 受關稅大棒困擾的中國車企 能否藉此迎來轉機 中國關係的健康發展 離不開雙方的共同維護 但是也離不開我們的 有利有據有節的反擊和反制裁的措施 目前為止呢 歐盟是這個 這個豬肝打狼兩頭害怕 就是他一定要做這事 但是呢 還要把兩頭都安頓好 就要美國滿意 必須爭關稅 又要讓中國不至於祭出 這個強有力的反制措施 結果導致他這政策造成 更大的嚴重的負面後果 從這兩個角度考慮 他都要做出平衡 在雙碳這個全球的共同使命之下 電動汽車可以成為各方 攜手努力的領域 中歐更是有不少的合作機會 而貿易戰從來都是雙人劍 何況現在全球多爭鬥 中歐原本被期望 可以攜手成為穩定力量 現在卻也面臨著 可能捲入更廣泛的貿易戰 和泛政治爭鬥的風險 感謝收看今天的華潤 鳳凡聚焦 我是陳琳 再會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